养个女儿确实不容对 是吧 一把屎一把尿 但不能论精算 有一样东西 我们也得要 脸 树活一张皮 人活一张脸 视频中被图雷老师怒给 彩礼论精算的女孩名叫小王 她究竟做了什么事 让图雷老师说她不要脸呢 是彩礼收多了吗 还是另有隐情 在两人恋爱到结婚 彩礼到底该不该收 要收多少 要怎么收 男方给了彩礼 女方到底该不该回礼呢 大家点个关注 小编带你上车了 其实平时生活中 我已经看出了很多的蛛丝马迹 只不过不愿意说 结婚之前的种种问题 只是当初做 能解就解 不解拉倒 你自己看着办吧 画面中男子为何一味地容忍 是什么样的格局 让他看破不说破 那现在为何又不能忍受女友了 为什么直到现在才爆发 男子又发现了哪些蛛丝马迹 女子为什么态度如此强硬 这种态度能几个男人受的了 到底是真爱 还是为了某种利益呢 男子找到节目组想寻求 老师们帮助看看他们俩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 怎样跌宕起伏的情感纠葛呢 他俩到底是不是合在一起 长按点赞听小编一一说来 年轻人准备结婚 但是在准备结婚的时候 他们的情感却出问题了 问题何在呢 故事中男主人公是来自黑龙江 今年32岁名叫小剧 是一家药厂员工 女友则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后勤 同样来自黑龙江 今年30岁 名叫小黄 两人准备结婚 然而在结婚路上碰上事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两人不能私下解决 一定要上节目组来解决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路上碰到事了是吧 对 碰到了怎样的事呢 我们两个是听朋友介绍的 相处一年多了 小曲和小王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两人相处有一年多时间 从小曲口中得知 小王刚开始很体贴 也很会关心人 也许是前面都是会伪装的 越到后面越来越看不明白小王 遇到事情也是瞒着小曲 啥事都不能商量着来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继续跟着小编一探究竟 我就发现他每个月都是路不复出 甚至说他管朋友要借钱 有的时候人家不好意思找他还 就来找我 原来女友在用钱方面 诸步付出 自己工资完全不够用 到处借钱还不上的话 债主不好意思找小王还 于是找到小曲替他还的 这三十岁的女人还是月光族 这像是会过日子的女人吗 这也就算了 接下来的一幕就更过分了 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 从话语中得知小王 不仅仅借亲朋好友的钱 在银行也是直接欠了三万块钱 还填不支持的直接叫男友小曲 把这个坑给填了 小曲也表示道 要我还可以 但必须让我知道 这钱拿来干嘛的 主持人也说出了人的正确观点 要还钱可以不能不明不白的 最起码要知道钱的具象 连具象都不问明白 只有傻子才会为你填坑 后面女友小王还是笼统都说道 只是平时买衣服 请朋友吃饭用的 听到这里真的让人心酸 一个三十岁女人不畏将来的家 做点点贡献 乱华乱勇 男生也表示道 正常花小都可以接受 然后你请客吃饭 让自己负债累累 也让我跟着你屁股后面还债 这已经超出平时交际范围了 这样的女生值得娶回家吗 这时候小曲又暴露出 让人气愤的一幕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呢 从男友小曲口中得知 女友小王对待自己的父母和家人 也让小曲很不爽 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小王第一次去男友家 公主病又犯了 男友家啥饮料都有 但女友非要和男友家 拿来准备送礼的露露 不得不说是真的在测试 男方父母对自己的态度吗 看到这里观众都嘴角上扬 心里在想 这女的也太做了 最后男方家肯定满足未来儿媳的要求 但是如果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来说 第一次去男方家 肯定要留一个好印象 小曲父母确实是通情达理之人 第一次就给了女友小王 一千块钱红包 这也算把女友看得重了 然而小曲又暴露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妈妈住院了 五天 没露面 从小曲口中知道 小曲妈妈住院五天 女友小王没打过电话 更没有露过面 这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小王没有把男友家人 当作未来的亲人 女友还找各种借口和理由 说自己嗓子疼 还说医院不卫生 这明显就是推偷和不懂人情去顾我 这还不算什么 男友父母也没有责怪的意思 随之发生的一件事 让全场都有点接受不了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自私自利的事呢 我大爷去世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来 原来男友小曲大爷去世了 作为女友的小王都没有露过面 这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孝心吗 在老家 长辈们很在乎这些礼仪方面的 哪怕就去那里露个面 也证明来过让长辈看见 女友是一个又孝心 又爱心的一位良人 连最基本的都没做到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跟男友结婚 俗话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下面女生的做法 让导师们都看不下去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脸皮不是一般的厚 女方到底做了见不到光的事 原来是女友的叔叔过世 女方家要求小区随理一千 还必须本人到场 说到这里 大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吗 男友家出事 女友可以不露面 更别说随理了 但女方家出事 男方必须按照 小王家习俗来办 两方有着鲜明的对比 论谁心里都不舒服啊 女友这种做法 真的就算换个男朋友 也会受不了 说到这里 小区又爆料一件事 从小区口中得知 小区第一次去到女友家 女友父母也很热情 随后就给了一张购物卡 小区拿着购物卡 在父母面前炫耀 说女友家也是挺不错的 随后一家人很高兴地来到超市 买一满满一大车东西 结账的时候 也是让人崩溃的时候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小区再三逼问小王下得知 女友没有经过大家同意就把 卡里的钱一扫而光 这种做法真的让人寒心啊 女友小王就像隔壁老王一样 对钱真是无孔不入啊 让人防不胜防 故事来到这里 两人准备谈婚论家 接着又发现一些奇葩的事 究竟是什么事让人用奇葩来形容呢 原来两人都已经同意要结婚了 男方家给了女方五万元彩礼 按理说五万彩礼也确实不多 随后小区说道 自己家出了一栋房子 然后装修也是男方 说女方准备些家电和电器这些 本来说好的 双方也同意了 那究竟为什么女方会耍赖呢 结果小区爆料出小王让人愤慨的事 小区给的五万彩礼 女友根本没有给家里 还是花掉了 到底是买什么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呢 小区又怎么会当众发脾气呢 他告诉我 钱花了 我说这五万块钱你怎么花的 这钱又去哪了 在主持人和小区追问下 小王终于道出了实情 原来小王拿着这五万块钱 去炒股了 明眼人都知道 十个炒股就个书 这钱就算是打水跳了 随后小区就找到了女友妈妈 求未来丈母娘主持公道 没想到更加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因为毕竟女儿嫁你一回 人家有的赔了十万二十万的呢 现在市场价都是 大专是八万块钱 中专是六万块钱 本科是十万 你给我的五万块钱 你觉得多吗 女友表达妈妈的话 大言不散说道 彩礼的市场价 都是按照学历高低来收取的 听到这一幕 在场老师表情变得异常严肃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彩礼也可以论金外的 随后说到 市场价大专八万块钱 本科是十万块钱 中专是六万块钱 有点研究生啥的都是十二万 和二十万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不是嫁女儿 是卖女儿 就像买卖猪肉一样 这种做法确实很不得进 随后更可怕的一幕又发生了 如果我把房子 一半写她姑娘的名字 她家陪送电器啊 车啊什么都可以 从交谈中得知 女方想让小区买的房子 里面加上女孩的名字 为了到时候离婚时 能分到一半财产 这句话表面没什么毛病 但仔细一想 还没结婚就想着离婚 爱与不爱一目了然 然后拿了男方彩礼 答应好的家电 一键没看到 收到手的彩礼 一毛都不见了 然后女方又拖着不结婚 这难道是骗婚吗 随后主持人问了一个特别犀利的问题 这个回答让全场都不淡定 男友听到后也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怎么会有这样厚颜无耻之人 这真的把男生当做自己人了吗 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提款机 这女的如果真的娶回家会幸福吗 男友又一次暴露女友花钱厉害的地方 原来女友爱上了打游戏 要充值的那种 玩游戏可以是为了舒缓压力 但是毫无底线就不能接受 小居也算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女友花钱如流水 不仅把自己工资花完 还从亲朋好友那倒出借钱 信用卡一刷就是几万没有了 财里五万块说炒股也亏了 这种女生有哪个男生能受得了呢 然而女友小王丝毫没有觉得这是错的 还大言不惭说道 男友没能力养不起自己 上面就少了五万块钱 你会问他这个钱去哪了吗 不会问 你真的不问 钱放在我这 钱必须得放在我这 你觉得你管得好钱吗 可以啊 随后女友还表示道 结婚以后男子的钱也必须放在他那里 这时主持人赵川问道 你能管得好钱吗 小王竟然厚颜无耻说道自己可以 通过上面也可以看出 要是真结婚了 钱放在女友那 最后应该毛都剩不下 像这种毫无底线花钱的女生 把钱放在他那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 这女生不单单是花钱那么简单 也无视男友的付出和辛苦 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有爱吗 他俩真的是合在一起吗 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不仅仅月光族 还负债累累能相信他 结婚后会经营好婚姻梦 让我们一起看看老师们是怎么说的 你不够坦诚 我们不知道你在隐瞒着什么 但这种隐瞒至少表露出的根本就不够爱的 刚开始发生的是曲蕊老师 一针见血指出 两人恋爱从从头到尾没听到爱 连爱的痕迹都没有 没有美好的回忆 没有憧憬的未来 在他们身上就看到一个字前 女友也在刻意隐瞒这一下事情 两人不像是在谈恋爱 更像是一笔交易 一个三十多岁女人 没有对幸福爱情的向往 也没有对婚姻的美好规划 接下来是马丁老师的接话时间 马丁老师犀利指出 女生三十岁了 没办法 随便找个人嫁的话很不甘心 其实内心肯定是不爱男友的 又不甘心 年龄再整 所以会产生这些 明码标价和坐地起嫁 马丁老师也普及了财力的源头 其实在西州就有财力 上已是宗庙下一季后代 君子很在乎财力 但是不在乎几万 在乎这个形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托贝在财力这方面愈演愈烈 把原来尊重的意义 变成了买卖 最后马丁老师送了一句话给小区 小伙子说吧 非你不嫁 未必能嫁 爱娶不娶 不如不娶 好丁你太霸道了 你眼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朋友 你可以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把钱花得糊里糊涂你都不告诉男人 男人家里死人了你都不去一趟 这没有道理这个 接着是艺术家魏文亮气愤的说道 这么过日子累不累啊 随后说出当年的他谈恋爱 娶一个本科的老婆一分钱没有花 现在也过得很幸福 现在的人把婚姻当成商品了 然后生气的说道 现在是到变位了 把以前的优良传统给丢失了 真的让人难过 接下来就是图蕾老师的一番话 退一万步说 礼金该不该要 该要 养个女儿确实不容易 对 是吧 一把屎一把尿 但不能论精算 彩礼该不该要 图蕾老师给出了特别好的回答 人要脸数要皮 在爱情和婚姻中 恋人们都是相互的 如果一方只知道一味的缩取 另一方要承担起全部 这样的婚姻能幸福吗 随后指出女方问题 人心都是相互的 因为你尊重别人 别人就会尊重你 女方口口声声说传统 自己却做了什么 原来南方买房还要装修 女方陪下两口锅 不得不说这也太不讲究了 就算不出钱 但出出力也可以吧 原来房子装修 都是男方在看着 女方基本没露过面 不说别的 哪怕是你不买家电 装修 就即便不装修去盯着 出出力也可以 我听说连力都没出 就整个装修期间没人见 所以你不能够只进不出啊 那是批修啊 图蕾老师表示 从种种迹象看出 男方给足了女方脸 而女方却没给过男方一点脸 至少得你来我往啊 不然这么做没有一点人味 图蕾老师真的啥都敢说 说的句句在理 网友们也最喜欢这种大白话 故事到这里要接近人生了 凭什么别人给你脸 你不给别人脸呢 所以说我就是一句话 至少得你来我往 不要到最后 别人说你重财不重情 这人活着就没什么人味的 就这样 今天分手了 姑娘会把那五万块钱的彩礼 退给这小伙子吗 好 可以不回答 如果今天分手了 你会问他 要那五万块钱的彩礼吗 不会 为啥呀 毕竟相处过一年多 赵川主持人说到 如果今天分手了 女友要不要把彩礼五万 和信用卡那三万块钱 还给男友 这时女生的态度表明了一切 或许刚开始就没打算跟男生结婚 只是把男生当作提款的工具 而问到男生小区时 这种做法值得为他点个赞 真心换不来真心 这段感情傻子都能看出来 男生是真爱女友 而女生却把真心当作理所应当 这样的感情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吗 随后赵川从人群中 揪出一对刚结婚的夫妻 可以看出这对夫妻这种相处模式 从他们谈吐间 可以看出两人很恩爱 都在为自己的小家庭努力 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也值得社会上学习 最后小区和小王似乎听了导师们的一番话 两人就像商量好了似的 进了门都没有出来 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恋人在一块将要结婚 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爱的味道 这样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其实呼吁大家还有家中的长辈 彩礼可以收 但要合情合理 双方商量着来 不要变成买卖和商品 这样年轻人在一起会更幸福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